现代乒乓球比赛中的四大要素 速度 力量 旋转和弱点 前三者爱好者都很重视 练得各项乒乓球技术 基本上都是速度 力量 旋转提高为目的 虽然速度 力量 旋转是取胜的重要手段 但是真正能够打穿对手是往往是好的弱点 一个好的击球点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让对手的速度 力量和旋转 全程无用之功 下面就介绍一下乒乓球比赛中四种典型弱点的运用 基本学会一个就掌一分球 以后赢球你就全靠它了 一 典型弱点低 正手进往短球 所有的乒乓球选手对正手进往短球都处理得不太好 要不然也不会出现上不到正手位的反手拧拉技术 这就是为了弥补这个短板 特点是横板选手 面对这个弱点上会感到手腕横向打不开 板形难以控制 现代乒乓球技术主要以进攻为主 力争先上手 先发力 所以为避免对方先上手 短球控制就是主要方法之一 而且绝大多数人正手都倾向于使用进攻技术 防守和控制技术相对较弱 特别是正手位的揭发台内短球 能处理好的很少 使用正手进往短球的机会 一是发球 二是白短 无限要低 不出台 如果出了边线或底线 容易被对方拉起来抢攻 发球时要根据自己第三板球上手的套路 来选择发球种类 以右手对右手为例 用反手发出直线侧上 下拳球时对方很难处理 二 点形落点二 反手底线长球 反手底线长球 对站位进台 抢攻凶狠的对手杀伤力很大 容易将其顶住 使其来不及回球 反手底线长球的核心 在于快和长 可以发球侧上 下拳球 八分球和极下拳球 需要注意的是 反手底线长球 一般就要打对攻 因此 自己的站位要略推些台 以免被对方的回球顶住 三 点形落点三 追身球追身球 几乎是横板选手的死穴 对于升高必长的选手威胁更大 准确地说 追身球的点是不固定的 他应该是瞄着对手之 拍手腋下的位置 被打到这个落点的横板选手 有七成都是用反手处理 而且处理起来难度很大 无法发力回击 一般来说 突然发球追身 是比较切实可行的方法 需要注意的是在 相持中追身要求 有速度做保障 速度太慢的话 对手很容易侧身进攻 发球追身时 一定要发长球 除了球发的长快之外 还应该考虑到球旋转拐弯的问题 以双方都是右手直拍举例 当用正手在侧身位发左侧上下旋时 乒乓球由于旋转的影响 会在第二跳弹起时 拐到对方反手位接发球者的左侧 当用反手在反手位发右侧上下旋时 乒乓球由于旋转的影响 会在第二跳弹起时 拐到对方正手位接发球者的右侧 所以要根据对方的站位 打好乒乓球落台后侧拐的提前辆 否则 你明明瞄着对方追身位置发球 乒乓球飞到对手那里 正好拐到人家 可以舒服地用反手或正手回接的位置 当然 也可以利用这个侧拐的特性 让对方明明看到你发的是 偏反手或偏正手 等乒乓球飞到时 正好拐到对手追身的位置 这样往往会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